前交通局长王毅川 来指控我去监控他 这种说法完全就是用膝盖想的 前天公布疑似重红灯影像 照王毅川质疑派人跟监 徐晓鑫强调跟他无关 现代人的车子上 都有装行车记录器 这个民众是看到王毅川要上车 就很好奇他要去哪里 没想到呢 看到的他是红灯左转 然后还有闪红灯 如果王毅川认为我是跟监 为何不敢对我提告 查清楚跟我的人是受谁的委托 那委托他的人之间 有没有经流的关系 这才是重点嘛 那找到这个人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是谁来跟我 那我们也才有可能去做这一个 针对某一个人去做提告的动作 王毅川强调已经报警 更诡异的是同款轿车何其多 怎么知道就是王毅川的车 我甚至不知道王毅川那台白色B&W的车牌号码 只不过因为他在2023年被上报直击 也是闯红灯 所以对比两台车辆看起来是一样的 那我才知道 这足以证明是他的可能性极高 徐巧新强调是看媒体报导 但看看上报2023年的报导 不管是照片还是影片 车牌都有上马 王毅川更质疑为何知道他几点出门 因为我住的是大楼 所以我上下车都在地下室 所以也没有拍到我一点钟上下车的画面 那显然就是从9点多就开始跟 跟到这一个台北来 那所以他的说法很多的这个破绽 更肩风波延烧 王毅川与徐巧新持续隔空护杠 三新闻将往前向凯恩台北报导